ICAC 其實是我想在香港 都挺深入民心的一個部門 尤其是一些很公眾的案件 所以我們今次在議席風暴裡面 會面對一個比較複雜的主題 去披露ICAC 一些比較辣手的基礎 我們ICAC 是負責首尾門 我也不想看到警隊 有貪污的尊重 ICAC對香港來說是榮譽 亦是一種驕傲 ICAC查這個金融商業罪案 牽涉到世界性的犯罪集團 當中事前的災害是很大的 ICAC每一次的行動 過程都挺嚴密 怎樣去找到一些真相可以破案 是很緊張刺激 非常好看的 在議席風暴裡面 我記得說過 錢經過九個地方 自己其實只需要八秒 這個是一個挺專業的東西 其實我可以看劇本才知道 我是不是這麼誇張的 所以這些金融從香港 去杜拜洛塞浦路 經瑞士 倫敦 紐約 再去紐西蘭 經日本回香港 這些錢 在地球走就算是要八秒 要你們查十年都查不到 好啊 用一下腦吧 戲裡面的行動 就是想捉一些 洗黑錢的犯罪集團 他們會轉移視線 令到ICAC告發不到他 其實自己一直都沒有接觸過 這兩人的電影 怎樣去偵破 這個這麼驚天動地的犯罪活動呢 我的角色叫Malcolm Wu 他會有關於法律的經驗 因為Malcolm會逼迫這些人 做虧色做的東西 所以他會想找一些證明 來帶我的角色去正義 今次在巢裡 很多經驗的場面會出現 所有劇情很緊湊 故事非常吸引 還加了很多其他的元素 將ICAC一切的內幕 帶給觀眾 可信性是很高的 一比一橋段 可能隨時你會預得上 所以一定不能錯過了 二十一公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